1934年10月 因为伯古、李德等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排斥一直坚持正确路线的毛主席 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失败 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 如果伯古、李德等人继续领导中央红军 一错再错下去 我国革命事业很可能会走向负面 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之际 1935年1月 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 中央迅速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伯古、李德等人 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可以说遵义会议在我党革命事业的最危机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主席后来曾多次说 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 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那么毛主席口中的他究竟是谁 是谁帮助毛主席确定了中央红军领导地位的呢 他又是如何投出关键一票 间接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呢 本期视频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点下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给毛主席投出关键一票 间接挽救红军命运的人 就是被称为红色教授的王驾祥 1906年8月15日 王驾祥出生在安徽省后岸村 他从小就勤奋好学 成绩优异 并接触了先进的思想 满腔革命热血 1925年5月 王驾祥领导同学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 并在童年年末 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也正是因为王驾祥年轻时 曾留学苏联五年 归国后他才被称为红色教授 而他的外表看上去 的确像是一个教授 王驾祥总是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面容销售 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但实则他的内心格外强大 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8年 王驾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在1930年回国 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此时王驾祥已经充分掌握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并希望能将理论运用到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 那个年代去国外留学 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有很多 但他们往往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目光局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 把学到的理论 照搬照抄用在中国 丝毫不考虑当时中国的环境是否合适 而王驾祥则能客观的将所学理论 和中国的环境结合起来 制定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且和中国利益的革命路线 1931年4月 王驾祥赶赴中央苏区 怀揣着坚定的革命信念 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王驾祥结识了毛主席 两个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 一见面便惺惺相惜 产生了十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他们都对中国未来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 随着红军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之后 这种信心变得更为坚定 即使王驾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 他的革命信念也没有产生丝毫动摇 1933年4月 王驾祥遭遇敌军空袭 被炸成了重伤 他的肠子都被炸穿了 情况一度十分危急 可当时红军物资匮乏 医疗条件很落后 连止痛药和麻药都没有 而王驾祥硬是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 深深扛了八个小时的手术 展现出了极其惊人的意志力 随后 伯古等人在研究转移人员的安排时 曾准备把王驾祥作为重伤员 留在当地的百姓家中养伤 甚至还想把毛主席一起留下来 当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但红军队伍中的许多同志 都坚决反对伯古的安排 认为毛主席对红军队伍十分重要 必须让毛主席一起随军转移 而毛主席在得知王驾祥要被留下时 立刻为他据理力争 毛主席表示 王驾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 他也不能留下来 必须随军同行 后来毛主席和众多红军同志的强烈要求下 伯古等人才同意了带领王驾祥一起转移 后来王驾祥在得知 毛主席为他做出的努力之后 表示非常感谢 毛主席和王驾祥被安排在一个队伍 踏上了长征路 期间两个志同道合的共产主义战士 对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他们对红军队伍的前景和所面临的问题 有着相同的看法 都认为中央红军在伯古 李德等人的带领下 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而如果任由他们一错再错下去 中央红军的命运 很可能会走向负灭的结局 湘江战役结束后 中央红军仍按照原计划向湘西继续前进 但这个时候 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掌握了红军的行动路线 并在湘西布下了一个大口袋 只等中央红军往里面钻 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局势 判断出红军队伍应该放弃去湘西的计划 朝着贵州方向前进 国民党反动派在贵州的兵力不多 红军队伍应该趁虚而入 让社府在湘西的国民党反动派扑一个空 王家祥在了解到毛主席的想法之后 当即表示赞同 他认为博古根本就不会带兵 而李德虽然学习过军事知识 但他只知道赵班赵超学来的理论知识 根本没有考虑到红军自身的实力和所处环境 队伍行进到广西的时候 部队已经从八万多人变成了三万多人 如果再这样下去 队伍仅剩的三万多人 也将钻入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好的大口袋之中 只有相信毛主席的判断 按照毛主席的想法改变红军的行进路线 才可以挽救红军覆灭的命运 但当时 毛主席虽是中华斯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但却没有实权 不得过问军事大事 红军队伍的军事指挥权在李德手里 博古 李德等左倾路线领导人 不仅带领红军队伍走上了一条错误路线 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了有意的打击 这直接导致一直坚持正确路线的毛主席遭到排挤 被迫离开领导岗位失去了实权 所以当毛主席提出应该改变红军的行进路线 不去湘西转去贵州的意见时 第一时间并没有得到实行 接着王家祥如何也坐不住了 他无法眼睁睁看着红军被博古 李德等人领向深渊 王家祥立刻找到张文天 和他详细谈了谈毛主席的观点和计划 张文天听了之后明确地表示同意 此后毛主席 王家祥 张文天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他们都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行进路线 这样才能挽救红军的命运 同时毛主席还向周总理 朱老总等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结果发现大家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感到十分不满 随后到了1934年12月12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紧急召开了会议 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了改变红军路线的主张 会议上绝大多数人都坚定地支持毛主席 唯有李德等人固执地不肯接受 坚持要到湘西去 以此可见 李德根本不具备指挥红军队伍的军事才能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 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的 受过苏联军事教育 从莫斯科而来的李德虽然掌握着充分的军事理论知识 但他不顾红军自身情况 按照苏联那套作战模式指挥红军的行为 完全就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 当时红军队伍中的很多同志都发现了李德的问题 无论如何都要改变红军错误的行军路线 后来到了12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召开了会议 最后经过十分激烈的讨论 会议终于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 确定了红军避开与敌人的正面交锋 争取到川前边境去另见革命根据地的行径路线 避免了中央红军走向负面的危险 会议结束后 李德因为争论失败表现得极为愤怒 这时王驾翔向毛主席表示道 改变红军行进路线虽然能解决一时危机 但治标不治本 想要红军取得更好的发展 必须将伯古 李德等人赶下台 由毛主席领导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毛主席赞成王驾翔的想法 并准备召开更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张文天 周总理 朱老总等人 在了解到王驾翔的想法后 也全部都表示同意 随后改变路线的红军向西进发 一举跨过乌江 占领了前北名城尊义 在湘西埋伏红军的国民党反动派计划落空 这让红军队伍中的很多同志 都想起了曾经毛主席指挥红军时的胜利局面 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是因为执行了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而红军想要继续取得胜利 必须更换掉博古 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 让毛主席领导红军 已经成为了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1935年1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会议开始时 博古先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总结报告 博古在报告中特意强调了客观上的困难 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过于强大 正如王家祥预料的那样 博古根本不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 是他和李德严重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的 很显然博古是在推卸责任 难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实力 只有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强大吗 前四次反围剿期间就不强大吗 为什么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就能取得胜利呢 如果按照博古的说法 哪方军事实力强哪方就能赢 那红军干脆就不要打了 世界也不要再打仗了 哪国军事实力最强 哪国统治世界不就好了吗 针对博古有意推卸责任 不肯承认自身错误的报告 毛主席做了长篇重要的发言 毛主席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 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进行了直击要害的分析和批评 第五次反围剿究竟为什么失败 是因为博古和李德进行了错误的军事指挥 制定了错误的战略战术 他们进攻时推行冒险主义 防守时推行保守主义 撤退时推行逃跑主义 这样一来 他们凭什么能带着红军打胜仗 博古、李德最根本的问题被指出来之后 全场都陷入了紧张的气氛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王驾翔立马站了出来 他直接了当地表示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意见 并对博古、李德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王驾翔指出 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 一是因为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 二是因为李德一再拒绝毛主席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同时王驾翔还指出 自从李德进入苏区后 博古就只听他一个人的 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违反了民主集中制 在军事上搞个人专制 这种行为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随后王驾翔表示 中央红军的革命战争 应该也必须由毛主席来领导 才能取得胜利 因为毛主席有实际的革命经验 这一点是博古、李德完全不具备的 最后王驾翔郑重建议 立刻取消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权 支持毛主席参与军事指挥 紧接着周总理等人纷纷发言 表示支持毛主席和王驾翔的意见 最终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而后来毛主席之所以常说 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 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是因为王驾翔 在促成遵义会议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间接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在各位观众朋友们看来 王驾翔对中国革命事业 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 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 再见